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家园整理的时间要花更多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高雄绝地三尺都是绿的 很多人还是在停民进党我们来看看路边的访问 当然大草也有影响 对那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机会清理一下家园也不错 无怨无悔啊像这样子 当然自作自受民主的精神嘛 你投出来的票你选出来的人 你要自作自受必须要讲 真的台湾人对民进党真的非常好 不过我们来看看当时台风来的时候 不在国内的黄洁委员 这两天也变成了新闻的焦点 大批大批的水军有人是这样讲 不知道哪里来的越南的账号 灌进他的脸书 而且这个贴文都一模一样 黄洁委员辛苦了高雄有你真好 因为太多了嘛所以媒体也注意到了 那黄洁的回应是说 哎哟这个操作太老派了 这是网军啊 到底谁想要用网军来黑我 那些人就是在抹黑高雄的 他说这是过气的操作手法 不过现在有更多的证据 或者是有更多的风向显示 有可能是自己网内互打吗 因为如果你说政敌要打击他的话 其实也大可不必啊 黄洁本来的这个粉丝数就蛮多的 于是现在有人指向 可能党内内斗 我们这边打一个问号 有可能吗 因为这个2026的高雄市长 选举这个扶上台面的潜在的 可能要争取这个宝座的人 必须讲都比黄洁大很多 黄洁现在只有31岁嘛 其他包括邱毅营啊 许志杰啊 赖瑞荣啊 林黛化都超过50岁了 所以黄洁一直在讲老派啊 这是老派的操作啊 是不是在暗示这些人 有可能花钱在攻击他呢 现在已经倒向这样子的一个 党内互斗的一个局面了 不过最新消息是 这个我们的总统府秘书长 潘孟安 现在也是新潮流的大阿格 必须讲 现在新潮流 可能赖清德以下就是他 他最麻吉最大了 那有没有可能现在在运作 要选高雄 如果这几个人 台面上的这几个人 都可能撑不住场面的话 他就要御驾清征了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现任的高雄市区长 陈其迈尽管遇到这么大的灾难 他在文物上的好感度 还是很高的哟 那过去必须讲 陈其迈要什么有什么 你要五毛给一块 像这样的事情所在多有 他跟小英总统 跟蔡英文的关系也非常好 可是现在还能这样吗 包括你看到了 农民向他当面哭诉 陈其迈就讲说 我会跟总统速速的提出救助 他的要求 可是赖清德会买单吗 这又是一个问号 赖清德跟蔡英文可能不一样了呀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蔡总统 卸任到现在 其实深入简出啦 民进党的一些投票啦 大会啦全代会 他都没出席 可是现在要出写真集了 大家来点点看 这个写真集 可能大家也不是在看他的外表 我猜啦 可能在看他到底卸任之后 对谁还怀念 或者是怀有很深的感情 结果媒体点出来 可能跟他最好的 友情最佳的 应该是胡钊燮 因为至少出现九张 因为这些照片都是由蔡总统 自己亲自挑过的嘛 我要摆多一点兵哥 还是要摆多一点宇轩 还是要摆多一点何老师 都是经过他来选的嘛 就吴钊燮第一名喔 至少出现九张 李大为出现六张 另外萧美琴跟他感情很好的 林佳龙都有四张啦 可是我们看到的 赖清德总统只有一张喔 这个郑文灿 大家在讲说有郑文灿耶 郑文灿已经重见落马了 居然还有他 可是没有苏贞昌 那这个写真集出现最多的 就是猫猫狗狗跟羊羊 猫狗羊动物出现的最多 从写真集看政治 来先请教雨萱 雨萱怎么看 不啦 我跟你讲 车库这件事情 大家就一直在想到说 你赖清德不是说好三十公分吗 他看起来像三十公分吗 我跟你讲 各位大家都不要骗人 因为你骑骗一直在讲说 高雄人高雄人 我觉得其实这句话不公平 的确 高雄支持 曾经卖资质黄结 无怨无悔的人很多 但你不要忘了 国民党每次在高雄选举 包括现在的议会 请问下有多少人不支持民进党 其实也有四成的人 我们不能把那个四成人当塑胶 因为当今天有人在媒体受访说 我觉得很好 顺便清理家园 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你家地下室长这样子 你的车辆 你的名车泡水了 甚至你的房子 现在里面全部都漏颗麻 积水还不退 你觉得你还有那个闲情雅致 然后到媒体前说 不会 我觉得这样很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不要讲风凉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通常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你是在网路上 又或是你在路边 会去针对这种事情 讲说 积水很快就退了 我们高雄退水世界什么比的上 会讲这种话的人 通常家里都没淹水 我跟各位保证你家里淹水 你没有时间去外面讲这种话 所以即便说大家一直在 现在很多人都在冷嘲热风说 那这没办法 自己选择自己负责 的确这句话也合乎情理 但我要讲的是 高雄还有另外一股声音 这股声音 他们并不是说在当时选举的时候 选择这样的后果 包括当时跟黄杰的对立面 也有许多人 就是在这一次的仲山区 齐金 岩城 古山 我们讲西岩谷 在艾河这个区带的 也有人支持成梅雅 好不好 所以我就说这些人 他没有必要去忍受这些罪 但如果媒体真的有兴趣 去问问看这些人的支持者 我跟你保证绝对怒火冲天 如果不是怒火冲天之后 黄杰也不会出来道歉 这理由很简单 这是第二件事情 黄杰一直在强调说 这越南帐号肯定是蓝白的网军 派来攻击我 我跟各位讲 黄杰这一次是不是倒大霉了 他这一次是不是遇到花铁颅了 他这一次是不是彻底黑了 当然是 不然他出来道歉干嘛 赖清德那时候来的时候 他人不在场 那个是他最大的致命伤 因为那件事情 对于蓝白的支持者来讲 人家才不管你 我管你黄杰也有没有 跟赖清德同台 但请问下对绿营支持者 有没有伤 当然有 所以这是黄杰道歉的原因 在第二件事情 如果说今天蓝白要发动网军 去攻击黄杰 那最快的做法 你知道应该是什么吗 找一群人去底下留言洗板 把他骂爆就好了 我干嘛还要绕这么大一圈 你知道黄杰他的思考 逻辑多复杂吗 他说蓝白的人为了攻击我呢 所以我要先去半夜 我要先去知道说我会发文 我会发文 我出去外面之后 他们要在半夜的时候 派人来鼓励我 鼓励完我之后 然后再提爆说这是越南人 提爆是越南人之后 再攻击我说我买网军 不是不用那么复杂 我就 蓝白要攻击你就一件事情 很单纯 请问一下黄杰这位伟大的大英雄 拍掌拍到鼓掌到手淤青的大英雄 你从哪里凯旋归来 你还没有回答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如果蓝白要攻击你的话 他不用做这件事情 底下刷牌你到底去哪里 你一直讲柯智恩 柯智恩去哪里 欧洲 国会我们讲外交团 对不对 你讲谢一凤 谢一凤人在哪里 不好意思他在在地 我就请问一下 你黄杰人在哪里 他回答不了这问题 这才是他最大追根究竟的问题 他现在去扯说什么 什么王军 什么过气 再来你说PTT过气是不是 那我跟你讲好不好 你这次出国的事情 就是在PTT上点燃 PTT是第一篇 第二篇是Mobile One 就是这两件事情 让你现在每天半夜 三个我们讲到白天 要到处去街头到处跑 到处道歉的原因 所以过气了吗 我不就过气了 还是说今天 只要不是你的同文层 跟Thread的 你去Thread上面看 就全部清一色都是自己人 这个才叫不过气 讲不通好不好 最后我们讲蔡英文那件事情 我这一点要提 你想想看 蔡英文在这个时间点 第一个她还发写真 而且你知道她那个写真的销量多好 因为她是零元 你如果要跟她买 就是你只要付运费就好了 结果就是到现在为止 她全部都热销 玩销 我很想亲喝一看 你知道谁最生气吗 其实我们俩不在乎 反正蔡英文已经下去了 賴清德会最生气 对不对 你一个卸任总统 然后你搞的声势比我好大 不然各位 你觉得我们的賴总统 像伟大賴总统 的确民调很高 他出血针会有人要 所以他才敢在里面 包括连郑文餐都摆进去 包括我们讲的賴清德只有一张 而且是跟随在他后面 非常描想背景 所以摆明 两个之间情节没完 是 其实从蔡英文的写真集来看 应该可以感觉到她内心 可能还在想到政坛的一些 亲疏远近爱恨情仇 不过回到黄杰的身上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党内互打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推敲了一下 非常有可能 要不然蓝白真的就是剧名 攻击他或批评他就好 不需要花这么一个大圈圈 兜一个大圈圈 来 请教兵哥 前子刚说 你出血针集会里头会出现 我跟雨萱还有老师 我一点都不相信 出现顶多就是还有王子而已 怎么可能会出现我们 我们出现干什么 同台 那黄杰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很好笑 就是因为他的脸书 出现这个状况之后 PTT第一个反应出来 刚刚雨萱讲了 然后凌晨三点多 他马上写脸书回应 那请问一下 如果他不是一直密切 在关注PTT的话 半夜不睡觉 他看这个东西 看这个他认为已经过去的东西的话 他怎么会知道 我们正常应该到第二天醒来 才会知道 谁是一直盯着PTT看 表示他觉得PTT很重要 不是吗 不然你为什么半夜会反应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觉得黄杰真的 不要去做这种东西 那当然这到底是谁弄的 是同党的 还是敌手 还是蓝白弄的 还是他自己搞的 对 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搞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能排除 因为过去类似这种 不断的这样狂洗一波 不管是俄罗斯账号也好 或越南账号也好 民党都说那个人是自导自演 那为什么发生在黄杰身上的时候 就变成是别人的攻击 对 我就不知道 老实讲我不知道 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你们不是有速发部吗 你不是执政党吗 赶快去查一查 是到底从哪来的吗 不是这么简单 你去查出来 那也顺便让大家对速发部 恢复一点信心好不好 速发部从成立到现在 没有人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情 你们每年花这么多钱 你黄杰帮他做点业绩 让他去查一查 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能够查出来 谁攻击你也不错 就我们把这个人绳之一把 看看到底什么状况 那我是觉得 今天发生天灾 没有人会觉得高兴 大家想的都是怎么赶快救灾 可是是你民进党的人 不断的为了要去推卸责任 为了要伤势喜败 所以故意去找了一大堆 这些东西来 刚刚你们看到 影片里头那个民众 也许他是苦中作乐 因为我家就已经这样 那我不当作顺便整理一下 家庭王还能怎样 也许他并不是真的高兴 只是无奈而已 可是你知道吗 我看这几天绿媒发一些文章 我的快发疯了 有一些讲说 这一次淹水只有莫拉克的 百分之九点二 九点二 对 所以淹水命迹只有百分之九点二 好的不得了 我们25座 自洪池发开功能获得肯定 然后还有里长跳出来说 一个小时就退了 很快 那请问一下我们是什么 眼睛业障众还是怎样 现在还淹水那些是什么 对 而且为什么还要放台风架 现在还有在放台风架 已经七天了 你还在放台风架 所以你不是告诉我一个小时就退了吗 昨天你知道 昨天下午一场小雷雨又淹了 又淹了 但是这次淹了不大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高雄人民很痛苦的事情 结果你们把他讲了一段很欢乐的样子 你们是不是在践踏高雄人 对你们的信任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东西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更奇葩的一篇文章 你知道这个人居然写说什么 高雄为什么会淹水 因为高雄坚持水岸美学 他说像台北不会淹水 那是因为台北双北建了又高又大的堤防 很丑 我们高雄人为了美学 所以高雄人需要那么高大的堤防吗 清水清水 请问一下你们有问过高雄人吗 这真的是高雄人要 高雄人宁愿淹水也要保持美感 是这样的意思吗 高雄人有这么 我不知道高雄人水准高到这种地步 真的把我吓坏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去鬼扯这些东西 就赶快好好救灾吧 那现在陈其迈 对他表情 我觉得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其实从发生天灾到现在 我没有骂过陈其迈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很忙 就趕快去救灾 而且老实讲 水患也不是陈其迈一个人造成的 这是一连串下来的 但是我昨天看到WeCare高雄 你知道WeCare高雄讲什么吗 柯智恩不是远在欧洲来道歉 说我们确实有些地方做的不够多 是是 然后结果WeCare高雄说 国民党不是做的不够多 是根本没做 你过去这么多年来 你在高雄水患一点事都没做 我愣了半天你知道 请问一下过去这二十几年来 谁在高雄执政 民进党啊 都是你们在执政之后 你知道吗 国民党没做 你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吗 拜托不要推卸责任推人这样 这样才太难看 何老师 我刚刚听到兵哥讲那篇文章 好像是自由喜报 我说真的我也有看到 一到老看到那篇文章 他们强调 淹水只有莫拉克的面积的9.2% 泄洪池发挥功能 地方很有感触 觉得很开心 凤山的林长还感谢政府 我那时候看了半天我想说 我是不是看错这是北韩吗 上次洗半淹水淹那么大 那还会感谢政府 而且这个报纸的报导还说 市区淹水大多一小时就退水 我想说这是什么平行时空 一小时都退水 然后给台风架放五天 我觉得今天民进党整个在执政 就像刚刚兵哥讲的 民进党过去在高雄执政了那么久 还在拿15年前的台风来比 说我们比15年前之前有进步 你执政在那边 高雄不只执政15年 你的进步就是 你还有9.2%的淹水 这个可以接受 大家觉得感恩政府 赞叹政府 这个就是你绿营执政的 一个能力吗 你只会骂国民党 只会骂国民党 然后只会把媒体拿出来洗地 高雄灾民在那边受灾 你没有赶快检讨说 你的前瞻预算是谁用在哪里 你没有检讨这件事情 你忙着洗地 而且你还忙着 让你民进党最年轻的立法员 黄杰在那边骂民众 质疑民众 我觉得这些黄杰这件事情 我觉得蛮遗憾的 身为我们中华民国 最年轻的立法委员 这件事从头到尾非常简单 诚实就好 因为出国你可能事前也不知道 说台风的灾情那么大 如果你回不来 你跟大家道歉一下 可能因为班级没有办法调度 回不来 但是不是 黄杰他选择是不断的跟民意对抗 而且不断批评 所有人批评你 都是网军 都是假账号 我觉得刚才斌克也讲到一点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凌晨3点 还有时间在不知道什么地方 很明显不是台湾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上网去回应这些内容 因为我听到一个说法 说黄杰好像是在欧洲 当然我也不肯定 可能是东欧的布拉格 看时间上有这样的出入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如果是先生的 你已经安排好行程 我觉得诚实就好 不要把一个事情无限上纲 变成说是民众 甚至左右在野党的针对你 大家没有这么无聊 我觉得黄杰应该 自从你加入了勇言会之后 你应该多学一些好的东西 不需要学你们勇言会 龙头王定宇先生 行踪就是隐匿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隐匿呢 说实话就好 大家都会原谅你 好不好 拜托 其实这个休会期间出国玩 OK的 大家还是要注重休闲生活 只是一直不肯讲 到底是去哪里 反而会勾起大家的好奇心 他到底是去捷克还是去日本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住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